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脚像 这个脚趾头 首先我们看大脚趾最长 大脚趾最长的人 天生聪颖 头脑灵活,智商高 在文人处事方面 圆滑,稳重可靠 一生财运是比较旺盛的 即使到了年纪比较大 也能够厚福可享 这是大拇指 这个大脚趾 第二个是前三个脚趾 它一样长 这种人的天生 心思比较细腻敏感 个性比较好强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这样的人对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有着完整的规划 追求比较高 自身能力也强 有不错的财运和满满的福气 只是在生活当中 家庭比较会 劳心劳力 有操不完的心 时常处于忙碌的状态 不过这正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比较忙碌 我们看这个 第二个脚趾最长 这种人福气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生活当中比较顺利 工作稳定发展 而且一生有不错的经济来源 生活能够达到小康之境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也是衣食无忧 不差钱 这个子孙后代也是有福气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中指比第二个脚趾 比其他的脚趾都要长一点 同时呢 第一和第二个脚趾呢 这个等长 那么这两种特点的人呢 是天生能够得到祖上的 这个福责的比喻 即使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也能够得到贵人相助 这个贵人呢 也可能就是你的长辈 父母 那么这样的脚趾呢 也是聪慧 勤快 能够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人生啊 这个事业有所成 晚年呢 也能够这个抢轻浮 是一个好命之人 这四种特点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好了 有关这个脚趾头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